創意比才竟在运通 你好 欢迎收看熊财战略 那这个行情今天又再度的往上涨了一百多点 那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分析的重点是 股票你是分析 你是看分析师还是你是看一个操盘者 这个很重要 我跟大家讲 因为今天行情 最近行情都还不错 很多股票都往上涨了 但是我发现到近期来讲 已经开始很多老师走火入魔了 我跟你讲我的看法 我认为在股市里面 我认为天下武功为快不破 对不对 但是天下股市是为真不破 我为什么这样讲 我举个例子给大家看 我们看一下这两个53661的这个四星 我问你 假设我在这个地方我曾经提过他一次 我曾经提过他一次 然后现在涨到四千多 这边是六百块钱 我六百块钱曾经提醒过他一次四星 我看好他一次 然后现在涨到四千多块钱 难道我就赚了三千块了吗 是这样子吗 所以我要跟你讲的是 分析跟操作是不一样的 很多投资朋友可能无法了解这个东西 很多的 我跟大家讲说95%的所谓的分析师 你去看一下 每天不是告诉你涨停板 每天不是告诉你大涨 每天都告诉你大赚 但是请问一下他到底有没有买 有没有买 到底有没有买 如果没有买为什么要拿出来讲 如果没有买为什么拿出来讲 你是不是想要制造什么假象 那你也可以 你可以说这个地方我曾经提过他一次 所以我这样赚了三千块 可以这样算吗 可以这样算吗 那这样子很简单 这样我每一支股票我都提过 那只要股票涨停板都是我的 我每天都涨停板 我每天都大获全胜 我每天都大赚 问题会员有没有赚到 问题是会员有没有赚到 我跟大家讲 股票市场当中真的为真不破 你要真实的操作 所以我为什么跟你讲说 我拒绝每天乱设飞标 你看现在很多老师每天都要讲一大堆股票 一天分析 我跟你讲说你不要说分析好了 你如果一天分析个五六档 你一个月就几档你知道吗 一个月就超过一百档了 你随便乱设飞标你也有十档会中吧 但是其他九十档是不是在赔钱 但是你不会讲 你是讲那十档你赚钱的 其他九十档赔钱的你都不讲 这个是目前股市上的现况 这里买进 这里卖出 杀进杀出 对不对 对不对 昨天很多人是追涨停 那结果你老师带你追涨停 结果今天呢 还有涨吗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说什么叫做为真不破 什么叫为真不破 你看一下 我刚讲说这是我们的真实操作 我们没有操作的股票 我不会拿出来讲 没有操作的股票 你拿出来想干嘛 你想要干嘛 对不对 然后没有操作的股票 每天台面上每天转停板的股票 四五十支 你每一支拿出来讲 你是不是都当做你的 问题是一个重点 什么叫为真不破 真实上会员有没有赚到钱 你有没有帮助会员朋友赚到钱 这个是我在心中里面 一个坚持一个底线 我讲过最近很多会员朋友 送我这个礼物 有人送菜头 我觉得满可爱 怎么会送菜头 你看这菜头 你到底说送菜头 我们看到有些菜头 不是会稍微包装一下吗 说什么吉祥话 在用红布或者是红包 对不对 真的昨天就有会员送菜头 它是完全都是 就是一个菜头 什么都没有 好像刚挖出来的样子 那我也感谢你 因为你这个礼琴情义重 那这个我也收下来 当然我最希望的 其实我最高兴的 并不是说看到我的会员朋友送给我礼物 我当然也是高兴 但是我最高兴是我的家族会员朋友赚大钱 我已经讲过了 所以我的节目不是在表演 你知道很多节目都在表演 什么是表演 就是完全没有买那只股票 然后拿出来告诉你 他股票涨停板 或者是每天分析一大堆他没有买的股票 然后每天拿出来告诉你 他大赚大赚大火 现在95%老是这样 那你自己想想看 我说每天讲这个 每天讲什么涨停板 每天跟你讲大赚多少的 股票一大堆 对不对 为什么我不要 因为这个不是带 这个会员没有赚到钱 对不对 那我们又不是什么 我们又不是晚安小鸡 对吧 那你看我们是要为真不破 我们是不是带领会员朋友 我跟你讲说我们进场布局 台积电供应链 西红科 对不对 那我也跟你讲 这个地方1月2号它没有涨 但是我持续看好 因为我跟你讲过 我拒绝什么 我拒绝每天讲涨停板 钱老师在做 95%老师在做的事情我不做 我不做 因为我认为那个会员赚不到钱 那不是真的在帮助 因为你每一个我讲 如果你每天的股票都大赚 你每天股票都涨停板 你的财富 照理说你的会员朋友财富 都已经超过了巴菲特 照理说都已经超过股神了 都赚了几千万赚了几亿了 不是吗 那事实上是这样子吗 所以你不觉得很好笑吗 我每次看那个 我看那一大堆节目 我看了每天我心里都在笑 你知道吗 因为你已经摆明告诉别人 你是晚安小鸡嘛 你每天股票都涨停板 你每天股票都大赚 你每天股票每只股票都大获全胜 这不是告诉别人 你的底了吗 因为不可能嘛 对不对 我们操作 我们操作 我们基本上我们也会亏钱 但是我们会涉停损 股票市场当中本来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有风险的地方 但是因为我们选择的股票 操作得宜 所以我们可以赚的比较多 赔的比较少 而且我们股票不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样这个信红科你看 对不对 持续看好没有改变 1月17号再挑战新高 我跟你讲这个会再挑战新高 你看我一路上有跟你变来变去吗 这是我们真实有买我才讲 没有买我不会讲 很多老师都是没买也是拿出来讲 或者是卖掉了还拿出来讲 对不对 好 那你看1月18号 这预前高洗盘 这天爆量上一线 我告诉你这个叫洗盘 你看全市场没有人这样讲 因为全市场都会讲什么 都会讲他的股票涨停板 不会有人讲 这种股票不会有人拿出来讲 因为他当天是爆量长黑杀下来的 所以不会有人讲 对不对 但是我就告诉你 我就是有来做信红科 我就告诉你 他在洗盘他还会涨 是不是告诉你还会涨 对不对 1月30号再告诉你一次 要创新高了 要创新高了 你看1月30号要拉涨停 对不对 看我们的抠讯 对不对 2月1号再涨 2月16号再涨 10块钱 你看今天再涨7块 你看 从这里一路告诉你做多 拉回告诉你要买进 做多做多 你看这个一路上去 他没有每天涨停板 他没有每天涨停板 对不对 但是你看他是不是涨不停 我昨天是不是跟你讲 我不在乎股票有没有涨停板 我一定要的是涨不停 我说你要涨停板很简单 你的老师不是每天叫你去追涨停吗 看到快涨停板赶快去追 不是这样子吗 哪要赶快把涨停板的股票 拿出来上电视表演 那结果今天呢 对不对 好 那你看最近不是很多老师在讲什么 神盾集团的股票 来我们看一下神盾集团的股票 涨上去一大堆老师都讲神盾 每个老师都有神盾 对不对 都没办法再创新高了 我的股票再创新高 他已经没办法再创新高了 这个安国是不是 安国是不是涨上去 然后钢天就开高手 我告诉你 先嘎空 嘎完空以后就杀多了 有没有 都没办法再创新高了 都没办法再创新高了 都停住不动了 都停住不动了 有没有 都没办法再涨了 越接近3月15号越危险 因为3月15号要公布年报 这些没有赚钱的公司 丑媳妇都要见公婆了 这些股票都是我跟你讲过 这些神盾集团股票我不做 我已经跟你讲过 我的方向很清楚 拒绝做投机股 有舍才有得 所以你看我们买的股票 有赚钱的股票 然后再创新高 再大涨 最近的行情在震荡 我们的股票还是持续创新高 包括我上个礼拜我跟你讲过 我们只买一档个股 只买一档个股 所有的家族朋友 只买一只股票 这一只股票昨天涨停 今天再供涨停 我待会跟大家讲 全部都是有评有据 你都可以打另外来公司查证 那你来看 包括像是你看这个穆德 三五六三穆德 大厂入主 日月光入主 我认为它的竞争力结构 开始出现转变了 对不对 要来做布局动作 那日月光入主这家公司 我跟你讲过日月光 结果你看2月2号 2月5号 它都没有涨停 你注意看 它都没有涨停 但是你看它是不是一直涨不停 2月16号再涨15块半 2月20号再涨6块半 你看它它股价是不是一路这样 我们介入完以后 是不是一路大涨上去 对不对 那你老师不是跟你讲 什么神论集团吗 现在都涨不动了吗 我告诉你 涨不动 他们如果开始盘头往下杀 你老师都不见了 全部都不敢讲 一个都不会跟你提了 然后只留下你在高档套牢的股票 你信不信 是不是 你在看我们的操作 我现在跟你讲是我们的操作 我不是在跟你分析 你要看分析的 95%老师在分析的 你去看其他的节目没有关系 你可以做个相对来做个比较 分析的股票很多 他每天可以分析5档 每天可以分析10档股票 全部设飞标跟买股票一样 全部乱设飞标 我随便中我一样 100支股票 我可以约100支股票 我随便中我可以中10支吧 那90%没有中的股票 当作不见了 不知道 所以为什么很多投资人 为什么参加了 很多老师都赚不到钱 因为95%的都是这样做 都是这样做 我在股市30年我看太多了 所以为什么跟你讲我就不要 大家在做的事情我就不要 每个人都跟你讲做涨停板 每个人都跟你讲做大拽几趴来造神 我就是不要 因为这对我们的操作没有帮助 因为我跟你讲说 我们这操作是为真不破 在我拒绝每天乱设飞标 买一大堆股票 对不对 你一天买3支股票 一个月60支 你一天分析5支股票 一个月100支股票 以100支股票对不对 你随便设飞标100支股票 你中的10支也很正常 其他90支赔钱都不敢讲 拒绝买投机股 不买投机股你看我们的股票 我们买了些拥有核心竞争力的股票 一直在创新高一直在大涨 那现在买这些投机股的股票 要小心要很小心 我保佑你能够全胜的退 好你看先进光我们的操作 3362先进光你看 对不对 1月20号跟你讲 1月30号开始拉 有没有涨停 没有涨停 但是我还是实际告诉你看好 1月30号再大涨 有没有涨停 没有涨停 我持续告诉你看好 2月1号涨3块钱 有没有涨停 没有涨停 我一样告诉你看好 2月2号再涨2块钱 小涨2块钱 对不对 我说很多老师都在讲涨停板的股票 我就是不讲 我告诉你我们的先进光会后来居上 你不相信你等着看 2月5号涨2块钱 对不对 当企业老师在分析涨停板的股票 在分析大涨的股票 我的股票只有小涨 但是我告诉你 日久见人心 路遥之马力 2月15号再涨10块钱 2月16号再涨3块半 2月19号再涨16块半 2月20号再涨9块钱 你看我们在这边做一个布局动作 一路大涨上去 对不对 我相信你看得很清楚 你看我节目看多久了 之前我在做富士大涨的时候也是一样 对不对 刚开始先小涨3块4块5块 到后面开始一路大涨 一路大涨一路大涨 一个月之前你看到我买300多块钱 一个月之后 你看到我已经涨到700多块钱 足足涨得超过一倍 那这些股票难道不是我在敌档 去告诉你要布局的吗 那其他人在跟你讲涨停板的时候 其他人在跟你讲其他股票的时候 我告诉你其他股票你都不用看 你好好跟上我的脚步 其他股票都是短线的行情 因为它并没有核心竞争成长力 还有很多老师都是乱枪打鸟 为什么会买那么 你知道现在你要知道 为什么很多老师要买很多股票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没有把握 不知道会涨哪一支股票 所以这里也买一点 那里也买一点 今天涨停板追一下 明天涨停板追一下 所以股票越买越多 然后有上去就拿出来讲 跌下去就不见了 是不是这样子 好那你看我们说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我跟你讲过 我们要开始布局新的股票 因为这些股票 我们的股票就一路地再往上面涨 那很多人就觉得说老师你的股票都往上涨了 但是我是新家务的会员 你的旧会员都赚很多钱 但是我新会员怎么办 那我们有没有跟你讲过 我要开始布局新的股票 这档个股 2月16号 我告诉你这档个股 台积电转投资的公司 我昨天还跟你讲 这档个股还会在涨 我说他还没有创新高 他还没有大涨之前 我先跟你讲 先跟你预告 我说这档个股后面要大涨上去 你前面不管你措施富士达多少钱 你少赚了一倍 那我的先进瓜 也涨幅已经超过将近五成以上了 如果你也没赚到 我告诉你这档个股赶快跟上来 对不对 我讲得非常清楚 好 我们看一下 2月16号你看 4945的森达科 好 那你看 这个地方进场做布局 他有没有掌停 他没有掌停 所以当天没有老师讲 因为他没有掌停 虽然没有人讲 但是我告诉你 我们进场布局 对不对 昨天2月19号 是不是大家涨停 那我昨天是不是给大家看 我们的股票 对不对 这次股票涨停板 我告诉你会创新高 我们持股续报 今天2月20号 这是什么 上个礼拜五 我们只买一只股票 就这一只股票 我跟你讲过 不会像其他老师 每天买一大堆股票 就这一只股票 就买这一只 买完以后 隔天涨停 今天再涨停 你看我们的口讯 你看我们的口讯 对不对 这个才叫赚钱 这个才叫赚钱 那你恭喜我们家族 会的朋友 又再度大获全胜 还没有跟上的朋友 赶快跟上来 不要再错过 下一次你可以赚钱的机会 那你把握这一次 我们的这个 真的真的 我们这一次的家族 会的朋友 真的赚得很开心 所以我推出一个 感恩回归专案 特别的赚给特别的你 如果你想要特别的赚 你想要成为特别的你 就打电话进来 这个感恩回归专案 送给大家 休息一下 进完广告后 再回到现场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你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鼓动乾坤 运达头部陈老师 专长研究核心竞争成长力 主力不能说的秘密 专注成长不同环境 赢家专线 02 2781 0909 运达头部陈老师 专长研究核心竞争成长力 主力不能说的秘密 专注成长不同环境 赢家专线 02 2781 0909 二七八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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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9 定达头部真心照顾 迟到了 看见行人行进路口 准备穿越道路时 汽机车应暂停 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哦 很慢耶 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 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 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另外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 不管同向转弯或执行交叉 预行人过马路 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 汽机车行进依法可供行人 穿越之交叉路口 未暂停让行人先过 最高可处六千元以下罚还 停让一小步 交安一大步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 我们再看 有些股票真的业绩不错 像这个我跟大家 之前跟大家讲过 这个3005的神机有没有 这个EP25都估出来了 这我在这边整理完以后 我告诉你这个会创新高 今天2月20号 今天拉涨停板 你看那股价是不是创新高 所以这边整理过程 那边是不是很好布局 是不是创新高 对不对 那包括像我跟你讲 这档个股 提高先进封装良率的股票 再拉涨停 然后你看今天再攻涨停板 这些股票非常的好 非常的强势 我认为未来都有机会 先涨三成 五成甚至挑战一倍的股票 像这种个股 它一定具备核心竞争成长力 所以像这种个股 你就要现在跟我赶快做一个 进场布局动作 那股票其实我盖跟没盖 其实是一样的 你都知道 但是我为什么要让你知道 我要告诉你说 我们是真实操作 为真不破 那重点是后面这个行情 你要怎么样去跟上我们的脚步 然后怎么样去把握下一档 他有机会可以涨三成涨五成 一倍的股票 这个机会就在 这个我们的这个感恩回馈价 你要成为赢家 最快的捷径 就是跟上赢家的脚步 跟上我们的脚步 这一次的感恩回馈专案 除了我们家族 或我们朋友非常的开心之外 我也希望 如果你是新看我节目的 或者你看我节目很久的 就与新知 赶快跟上来 特别的赚给特别的礼 祝大家操作顺利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人生动不动都在竞争 动不动就爱水白牛 运达头部陈老师 专场研究核心竞争成长力 主力不能说的秘密 专注成长不同反响 赢家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顾 成立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 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首数老字号的 头顾公司之一 头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头顾 真心照顾 02-2781-0909 2781-0909